嗨大家好,我是Elaine,欢迎来到本期的每周360 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记得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哦 第一则新闻,Proton Saga MC3正在开发中 国民轿车货将持续贩售至2026年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Saga MC3改款车型正在开发中 这预示着这款在2016年就已经发布的国民轿车 还会在市场上持续贩售多几年 最近我们就有货的消息指出 宝藤正在开发Saga的MC3车型 据悉这款车在外观部分的改进 比起初版的Saga第三代和MC1、MC2的改进更大 同时也会增加部分配备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不过目前暂时还没有太多关于这款MC3车型的详情 不过据悉新车将在2024年年末或者是2025年登场 而这也很符合原厂一般三年小改款策略 那目前已知原厂打算在2026年之后 Saga和Persona将会合并成一款新车 而这也就意味着Saga MC3最少会持续贩售到2026年 而Saga作为原厂最热门的车型 持续升级也在情理之中 相信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Saga MC3的测试叠照了 只是问题是这款新车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呢 第二则新闻还是关于Proton的 缺少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一直都是Proton车款最大的问题 不过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宝藤将在下一款新车上加入这个重要功能 而这款新车就是Proton S70 MC2 据悉它会在2024年的5月份登场 大家会不会期待它的到来呢? 在上个星期一场媒体活动上 Proton副CEO Rostan Abdullah就表示Proton的下一款新车 很快就会跟消费者见面 而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目前原厂已经和Apple以及Google展开合作 而他们很快就会开始为旗下车款配备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功能 虽然原厂没有说明第一款车有这个功能的会是什么车 不过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这款车将会是Proton S70 MC2的小改款车型 据说这款车会在硬件、设计和配备的层面出现比较大的改进 预计它会在2024年上半年发布 除了S70 MC2之外 预计在下半年登场的S50 RC也会升级新的车机 而未来S90和S70也会在后续升级中加入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功能 也就是代表着未来S系列和S系列将会全线支援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不过对于现有的S70和S50车主可能要失望了 因为原厂明确表示老车款因为硬件不支持 所以并没有办法获得后续的升级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Side Load的方式获得这两项功能 但是原厂警告这样会让你丧失车机的保固啦 最后有这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绝对会大大提升Proton车款的竞争力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也正在期待这两项功能的路列呢 第三则新闻 经典即将复活Mitsubishi Lancer Sportback新商标注册 11代Evo货也会重回车坛 说到Lancer这款经典四门房车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毕竟它除了是Evo之外也曾在我国被贴牌成Inspira销售 虽然这款车目前已经停产 但近日原厂向美国专利级商标局申请了Lancer Sportback的商标 而这也很可能代表着它或许很快就会重返市场 各位车迷们期待吗 Lancer和Lancer Evolution自90年代开始就是车坛上一个非常经典的车型 只不过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 当时Mitsubishi Motor Corporation深陷隐瞒缺陷丑闻 因此就导致它们直接一蹶不振 旗下的车款和新引擎的开发都陷入了困境 所以在2017年原厂再没有办法开发出新一代Lancer时 就毅然决定停产了这款车 让到这个经典车款从此暂时离开车坛 不过近日三菱被发现到向美国专利级商标局申请了Lancer Sportback的新商标 而这很可能是它们要推出新一代Lancer的前照 那目前得到的消息是原厂才刚刚注册了这个新的商标 而且暂时我们也还不清楚原厂的动向 不过以Sportback为名就代表着它可能和三菱以前一款名为Gallon 40 Sportback的车款一样 会是一款五门的先备车 毕竟当年第十代Gallon其实就是Lancer的马甲 因此相信这款车很有可能定位在五门先备 至于会不会有更运动的EVO推出 可能要等原厂今后更多的消息传出才能知晓了 第四的新闻 英国品牌MG终于来到大马了 首发带来MG4和MGZXEV两款新车 而且起步售价很有竞争力 仅从马币十万三千九百九十九起售 各位会考虑它吗? 那这一次MG4在本地提供四个车型可选 各车型的电池组合动力都稍有不同 其中最远续航的Lars Extended Range车型 有着长达五百二十公里的续航 而性能最强的Xpower版本 零百加速仅需三点八秒 重点是MG4在我国的起步售价 仅从马币十万三千九百九十九令吉 而顶配Xpower车型的售价 仅马币十五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起 这个价钱可以让你享受到 3.8秒的零百加速 你说爽不爽? 而ZX EV在本地只有单一车型可选 开价从马币十二万五千九百九十九起 它搭载前置单电机最大马力为一百七十六Hp 峰值扭力两百八十Nm 零百加速八秒 而它五十一点一kWh电池组 可以支援最远续航三百二十公里 同时它最高支援50kV DC快充 只需五十四分钟就可以完成10-80%的充电 另外这一次MG在售后服务也给足诚意 他们为MG4和ZX EV都提供了七年或者是十五万公里的全车保固 同时还有八年或十八万公里电池保固 而且4月30日前买车还能够享有一系列的额外优惠 最后全新的MG4和ZX EV已经正式来到大马 这辆车会不会是大家考虑入手的电动车呢 说到MG我们之前也有做关于MG4的预览影片 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上方小白点观看哦 第五则新闻 小米首款新车小米苏7正式在中国上市了 这款车在中国主打的就是出色的智能化体验 同时它拥有零百加速2.78秒超强性能 同时还有最远高达800公里的续航里程 而它在中国开价约马币14万亿千起 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来到我国贩售呢 作为小米自主开发及生产的首款车型 SU7中的SU代表的是Speed Ultra 而这款车的名字是念SU7 它采用了小米自研的Modena平台架构 这是一个有870V的800V碳化贵高压平台 而且它采用了Hypercasting超级大压柱的车身一体压柱技术 能够把72个零件合为1 为它减少840个焊点 加上独家的小米泰坦合金 为它带来了17%的重量降低 从基础上开始它就堆料满满了 这款车的车身尺码达到了长4997mm 高1963mm 宽1440mm 轴距3000mm 它的定位是C级高性能生态科技轿车 换过来我们常用的标准的话 这个尺寸基本上就是E-Segment Sedan 这款车的外观设计是流线型的轿跑风格 整个车身造型十分低趴动感 并且极具空气动力学 为这款车带来全球产量车中风阻最低的0.195CD 它整个设计偏向于简洁风 至于在车尾就有一个上翘的设计 加上主动可调式尾翼 和极具识别度的光环尾灯 让它看起来造型相当的独特 另外它的内饰采用环包式设计 整个座舱内主要是用5屏联动 其中它酷炫的7.1寸翻转仪表 高达56寸的HUD抬头显示器 3K分辨率的16.1寸中控触屏主机 以及后排可以外接最新的小米Pad或iPad 让你通过平板直接控制车上超过30种功能 而它的主机内置了Snapdragon 8295车载芯片 并且使用的是小米澎湃OS HyperOS 车机可以提供和手机平板一样的交互体验 至于在动力及续航的部分 这款车在中国分为三个车型可选 分别是普通版SU7后驱长续航 SU7 Pro后驱超长续航及SU7 Max四驱性能版 其中最强的Max车型 搭载前后供双电机最大马力表现664hp 峰值扭力表现838Nm 0-100加速只需2.78秒 急速可达265kmh 另外这款车搭配的是CATL宁德时代的101KWH麒麟电池 可以带来最远800公里的续航 并且它充电5分钟即可获得220公里续航 15分钟充电就有510公里的续航 最后这款车在中国开价215,900元人民币 约马币141387起 而顶配SU7 Max开价299,900元人民币 约马币196,397 以这个价格可以买到一款 极颜值、智能、性能与一身电动车 可谓是相当有竞争力 就是不知道它会不会来到我国贩售呢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的360内容啦 喜欢的话千万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是Elene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motio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